相信大家近段時間的朋友圈 已經被市徒行者2拆平了 老少爺好帥 我都說了你的黑警禮 卓sir 依然是這樣搓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未看市徒行者2 是 馬上看 現在看 呃 看《月之一》二再看 不知不覺市徒行者2已經播放過半 而如果你是騰訊視頻的VIP會員 一次更新看五集 還可能很快就看到大結局 所以未追的趕快追 追緊的幫我點讚 因為報劇報道慶合合的郭sir我 現在已經逼不及待感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報劇心得 即是我要開始劇透了 之前我就說過 市徒行者2是一部反套路的警匪劇 嗯 它果然十分反套路 在看劇的過程中有無數句的 嘩 是 在我心中飄過 首先 洪永成和蓮詩雅飾演的臥底 成功偷渡犯罪組織的資料 嘩 開國的BBQ五散 是不是周瑜做的 唉 改版大了嗎 接著陳偉飾演的歡喜嫂 有情有意期待她的發揮 嘩 歡喜嫂又死了 有 歡喜哥 你可能明白天灑孤星了 然後由黃德芬飾演的柏奇哥 是一名泰國獨囂 隱隱若若一本幕後黑手的感覺 嘩 拍劇歌死了 還要是被個爛鬼KF開車撞死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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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道TVB有沒有發覺 這些先後瓜老襯 而且提早拿了飯盒的角色 那陣容豪華刀 是可以直接拍一部使徒行者3 問題在於 都享用了這麼多件 竟然還有這麼多的臥底 和黑警都還沒有在店頭 而且還可以變節 最後連軍情六處的臥底都出來了 真是智商不夠 這也搞不清楚他們究竟有什麼關係 對不起 我去臥底 對不起 我都是臥底 好奇怪嗎 我當然是臥底 不過後來我變節 但大哥 安排入警校還臥底 對呀 咦 那我應該對誰 好厲害 好厲害 社會社會 而且 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這部使徒行者2 已經令到無數的姐妹反目成仇 因為他們一邊追劇 一邊面臨著最大的考驗就是 站什麼CP 說明袁偉豪 周柏豪 翠如BB 會開展正邪三角戀 兩個豪 你又選誰 我站天堂的袁偉豪 我愛斑馬 我為他打電話 我的樂笑周柏豪 硬直就是正義 我只喜歡穿黑色衣服的男人 唉 絕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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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襯豪也不錯 都是豪 一屎吧 你 還有 我極度推薦各位高中生 來看使徒行者2 因為雜雜的開頭 都有大把名人名言教你做人 那你媽媽就不用擔心 你寫作文沒有印用了 是嗎 說了這麼久 相信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使徒行者2 真的很刺激 真的很好看 劇情越往後走 我們就越是期待 會不會有什麼驚人的反轉 第一集 挖路襯的五件UC裡面 會不會有人翻生呢 究竟阿妹最後會選誰呢 究竟最後是黑警贏 還是臥底贏呢 我告訴大家 我也不知道 哼哼哼哼哼 想知道嗎 想知道就和我一起看大結局吧 咦 騰訊時文更新了 喂 這樣才有風劇